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是陈全国治理西藏十大政策的评论节目 那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主要谈到了陈全国在西藏实施的 辩民警务长这样一个政策为西藏所造成的这种劫难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要谈一谈陈全国在西藏实施的 所谓万民干部下乡住村监控政策 我刚才介绍到陈全国刚刚调到西藏后 对西藏的认知或者说对西藏的那种定义 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里面 需要走群众的路线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根本 因此他刚调到西藏时就开始实行所谓万民干部下乡活动 也就是每年抽调两万民干部派出的西藏各地和各县各乡各城镇各城镇 这样连续五年排除了十万十多名干部进驻到藏人的城镇居民区 而在实行这一工作当中所谓的责任制直接设计的个人身上 比如一个干部进驻到村里后 那个干部将必须同三至四户家庭形成一个结队关系 假如某个家庭出现所谓不稳定因素 直接与这个干部挂上关系 因此在整个西藏自治区的每一户家庭内都有干部进驻 形成了一个每天全天和监督的一个往隔华的管理形式 当新加地区成全国不能像西藏那样 直接排除干部直接进驻 穆斯林清真寺和各个家庭里也不敢这样做 中共的干部对新疆有一种恐惧感 所以他只能把上百万名维吾尔人集中的一个营地里 又均进把手进行所谓的再教育活动 这就在国际上形成了空前的关注和影响 二则西藏由于不是把战人和生女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它是分散性的 却又是全覆盖性的 在各寺院里进驻公主组进行全天和的监控 在各村各户进驻公主组及干部进行近距离全天和的掌控 并以两户为单位形成相互监控形势 虽然性质一样 但在国际上所受到的关注并没有向新加拿大的原因 我认为是这个 当然那是国际社会对中共的组经政策 也是西藏境内包括资本在内的所有抗议活动 没能引起国际社会深切关注和支持的主因之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